来了兄弟们7月29号的新机甲特性官方正式爆料了 那么也就是说新机甲哈雷特的特性目前强度已经正式确定 这个特性呢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抢先爆料出来的特性是有很大出入的哈 首先呢进出特性这一块呢由原来的42秒加成变成了38秒 但其他属性加成方面全部都提升了很多 所以呢这方面也不算是削诱吧 只能说这样改动可以让作为起步机甲的哈雷特呢 更能爆发出它的优势啊 短时间内有超高的加成可以瞬间杀出的优势呢就会更加的明显 那超级ECU方面呢才是真的削弱了哈 之前的起步立刻获得一个氮气还加氮洞10% 现在变成了起步直接获得百分之百集气 没了氮洞加成且道具也没啥用了哈 这ECU然后之前的18秒小喷输入是变成了15秒 小喷动力加成还直接没了 这点呢是削弱的挺狠的啊 但这并不代表说新机甲它就不强了哈 之所以削弱呢肯定是因为测试的时候 那个特性它太强了 所以呢削弱只是把它调整到一个合理的状态 从目前爆料出来的信息看 这机甲呢肯定是要比奥利给还有序内未来强的哈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喜欢的点赞支持一下哦